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啦 小猪端着一碗干水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嗨 小象 嗨 小猪 哎呀 到底我们的小象是怎么了呢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副表情呢 那是什么 这是干水呀 小猪端着递给大象看 干水 又香甜又美味的干水 小猪很开心的说 香甜 美味 你真要吃这个吗 大象感觉很不可思议 还有很多蚊子围在小猪旁边 当然啦 小猪最最最最最最喜欢干水啦 吃干水是猪生的一部分 小猪深沉的说道 哦 好 哦 好吧 大象 好像有点不理解 但是我们小猪 小猪抱着干水 抱着干水 满蓝脸幸福的样子 闻起来这么臭 真的好吃吗 大象表示很怀疑 小猪深吸了一口气 好香啊 没错就是这个味儿 小猪好像很上头呀 但是大象不理解 你周围那些苍蝇又是怎么回事 大象小声地问道 出现苍蝇说明干水发酵好了 小猪很认真地回答 没错伙计 苍蝇随身附和道 你想不想尝尝我的干水呀 小猪把碗递给大象 我想不想尝尝你的干水 大象好像很犹豫的样子 他在想到底要不要尝一尝小猪的干水呢 才不要 大象很大声地说 他拒绝了小猪的干水 吓得我们小猪砰的一下 翻了一个跟头 噢 好吧 小猪看上去不太开心 有点失望 他把他最喜欢的干水给大象 但是好像大象并不喜欢 小猪很伤心地问 小猪端着他的干水走开了 大象瞪大了眼睛 小猪等等 难道我们的大象想要尝一尝吗 怎么了 怎么了 小猪很伤心地问 我想尝尝你的干水 大象有点恐惧地说到 难道他真的要喝了吗 好耶 小猪高兴地跳了起来 没准你会爱上干水哟 小猪开心地说到 大象扭扭捏捏地说 也许吧 到底大象会不会爱上干水呢 快喝一大口吧 小猪把碗递到了大象的嘴边 我还是先尝一小口吧 大象夺过小猪的碗 大象用鼻子捏了一点点干水 还真是一小口呢 小猪说到 大象瞪大了眼睛 望着这一小口干水 干水离你的舌头不远啦 小猪说到 大象瑟瑟发抖 抖着鼻子想要把它喝下去 又近了一点哦 小猪开心地说 但是好像大象看起来 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更近了哟 小猪说到 小猪说到 尝到了 大象用舌尖尝到了干水 到底味道怎么样呢 太辣了吗 小猪问道 碰碰碰碰碰碰 我们的大象好像看上去不太好的样子 都变成了绿色 呃啊 大象又变成了紫色 到底味道怎么样呢 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不太妙 你知道我是怎么调出这种旧鞋口味的吗 小猪骄傲地说道 哎呦 但是我们的大象看上去整只像的不太好的样子 就鞋口味哦 小猪继续说道 哎呦 但是大象好像不太舒服 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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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现在整只像的不太好了 它现在变成了黄中带粉点点了 而且两只眼睛都发晕了 到底是什么 难道这个干水的威力有这么大吗 它直接倒了下去 小猪嘟嘟嘟嘟嘟走到了大象的肚子上面 怎么样 你喜不喜欢干水呀 嗯 大象回答道 不 我一点也不喜欢干水 大象说道 不过我也不后悔 大象继续说道 嗯 因为我真的喜欢你呀 大象对小猪说 哦 小象 小猪脸都红了 扭着小脚鸭子说 小猪 要来一份餐后甜点吗 小猪递给大象一根臭掉的鱼骨头 别饶了我吧 大象 大象马上转身就准备走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尽管小象不喜欢干水 但是他喜欢小猪 就愿意去接受尝试 爱屋即屋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会喜欢关于他的一切 如果你觉得小猪也很不错的话 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你们的陪伴和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